以下节目指标达主持人之个人意见 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 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方交风评 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又到了Fight Up 10分钟的时间 Fight Up 10分钟 这个节目有两个Keypoint 一是Fight Up,所以是废的 二是10分钟 说10分钟就会收工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 今集跟大家讲一部美剧 叫做《The Mentalist 超感警探》 之前问过听众 如果我想讲一些旧美剧 想我讲哪些呢? 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几个人都说不如讲《The Mentalist 》 所以今集跟大家讲《The Mentalist 》 《The Mentalist 》其实出名 而且也算好看 我自己看完 它是2008年推出的作品 总共做了七位 其实它是单元犯罪美剧 甚至有些人会说 其实它也算是单元犯罪美剧的一个代表 甚至是一个启蒙作品 看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算的 它是有一个新的风格 带了去给犯罪美剧 之后其实有些犯罪美剧 都是用回这个词 去模仿的 如果有些观众 可能很迟出生的 不太知道这套美剧是什么 我今集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一套美剧 《The Mentalist 》 如果你说犯罪美剧 通常我们想起 都是CSI、NCIS 然后是有无限的系列 而且是极度长寿的 不知道是十几季 这些户类都不断换的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长寿的犯罪美剧 其实现在还在做 就是NCIS 它可以扮演无限的系列 什么Chicago Los Angeles 不断扮演 但《The Mentalist 》其实不同 你想起来 其实它是2008年出的 其实在大概2000年左右 是有一堆新的犯罪美剧兴起 例如是Bones Bones是2005年出的 另外有一套叫做Castle Castle是2009年出的 大概2000年 是很多新类型的犯罪美剧兴起的 新类型通常都是说 有一个主角并不是属于警队 属于顾问形式 例如你见Castle 他说男主角是作家 并不是警察 The Mentalist 也是说 他说男主角以前是做Castle Castle Castle 可能好像看到鬼 有灵感 可以感知鬼魂的存在 找到尸体 类似那些 The Mentalist 说男主角本身是Castle 但其实他是假的Castle 他只不过有很强的观察力 他扮演Castle 那些好像明星Castle 他就在电视上得罪了连环杀手 结果连环杀手 就堆倒了他老婆 堆倒了他女儿 自此之后 他就帮警察 做一个联益判案 顺便想捉连环杀手 这个就是The Mentalist 的故事大纲 你说故事大纲 其实是否重要呢 重要的 但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 因为说回单元犯罪美剧来说 由于他每集都是单元故事 其实主线 就不是很重要的 例如我说整套The Mentalist 我看了七季 我觉得他好看是好看着 其实他单元故事是吸引的 即是你看他每集如何查案件是好看的 当然质素可能有些参差 但其实你看他查案 你不是看他那件案件的懸疑性 整套剧就是靠男主角的个人魅力去撑上 你想想为什么这套剧可以做到七季 其实全部都是因为男主角Patrick Jane 他就是那些很奇奇怪的人 然后他就利用一些很不合法的手段去查案件 你每集就是很想看Patrick Jane 怎样去挽救那些嫌疑犯 其实你是看过那些的 以犯罪美剧来说 他是有点特别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正统的查案模式 你看看House MD 其实他也是靠一个很奇怪的角色 他叫做令到整套剧 可以拨打到十季那么长 如果你说The Mentalist 其实他刚刚出的时候 因为他2008年出 他刚刚出的时候 其实人们都说他有些是否抄抄其他作品 譬如说他抄什么呢 说他抄House MD 其中一套 因为角色的性格好似 还有他那些查案模式 其实跟House MD 他每集看病的感觉好似 又是挽救病人 然后去得到他的目的 而另外有一套就是说他抄哪一套 抄Sike Sike是一套USA电视台的作品 都是单元犯罪剧 但是分别就是Sike其实是戏剧 The Mentalist其实是有点正剧 Sike的故事都是说男主角不是Sike 但是扮是Sike去查案 但是Sike 因为路线真的差很远 他是那些毛利头搞笑换美风格 因为Sike其实是2006年出的 就是他组The Mentalist两年前出的 他出到我记得是第三还是第四季的时候 其实他也玩回个Joker 因为The Mentalist 其实他刚刚出的时候就很红 他就在剧的男主角时就说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好像The Mentalist 是呀就很exactly好像美剧The Mentalist 其实他就自己玩回自己的剧的笑话 然后The Mentalist 因为我太久没看了 其实我不是很记得故事说什么的 我记得有几集是特别好看的 就是你看Patrick Jean如何去骗疑犯 还是不知道 有时他是过火到很疯的 绑架了个嫌疑犯 然后令到他以为自己不知道 水塌了人还是怎样 总之很疯的 其实他每集的模式都是这样的 其实他是说Patrick Jean 一开始就知道谁是空手的 但是他不跟别人说的 他就自己看着做一些 总之全家的案件处理的人 把所有的家人骗光 最后兵手就自己闭嘴 我只是兵手 因为他整个小组 有几个不同的角色 Patrick Jean是男主角 另外有女尚师 Lisbane Cho Fan Pell Risbee Patrick Jean是瘋的 但其他角色会看着 Oh WTF 你怎样可以这样做的 那種動作就做得好看 那個犯罪Unit,那個叫CBI 其實CBI是假的 在美國是不存在的 看得太多,其實有很多集 你想想七季,有很多集 每集都有一宗案件是死人的 你就會覺得有一點 好像明偵探柯南一樣 為什麼可以這麼多人死的呢 但隨便吧,好看就算了 如果你說主線故事 他就說有一個連環殺手叫Red John Red John就是,你這樣想 殺完人就會在牆壁畫一個蝦笑 所以就叫Red John 一開始,其實他第一集做得不錯 就是他第一集已經說了整個故事 之後就是每集單元Case的風格 他第一集就已經說 男主角因為在媒體說了連環殺手的壞話 結果他老婆和女兒都被連環殺手殺了 男主角就很決定 就是我一定要捉到這個兇手 所以他就入了CBI去幫忙查案 是很簡單的,很 straightforward的 我覺得男主角,他很魅力在那件事 其實他有點像換世不公 而他查案其實都很吊熱浪當 但只要一涉及到關於Red John的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情緒很depressed的人 看到他一直稀皮笑臉的東西 其實他是扮出來的 而演員是表現到這種風格的 一來他很聰明,他很深藏不露 他對情感是很重要的 但同時他都對人很mean 他是很mixed feeling的 這個人 House MD就是說House The Mentalist就是指Patrick Jane這個角色 說回Red John這故事 Red John這故事 是這樣的 Red John這故事的大主戰 終極Boss 所以整部電影是七季 他真的用了七季去捉這個Red John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Red John這故事應該要在第三季結束 說回這部電影 他也普遍有知名度 但是為什麼上不到神劇之位 原因就是他主線是為拖而拖 其實有些可惜 因為他的主線很promising 其實你一看就知道你過了第三季之後 你無法鬥 其實後面就是拖拖拖 然後你迫著純粹是因為想看Patrick Jane才繼續看下去 我看完太久其實沒什麼印象 我也不打算翻譯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現在看這些單元 反罪美劇的話 Red John其實是 他總之有鋪一些故事 Red John其實是收了很多land 好像一個邪教 很多人都奉承Red John幫他殺人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而他每季 指的是頭三季 每季都可能會有兩至三集 其實都是跟Red John有關的故事 可能說Red John有殺人 Red John的男子可能會繼續跟Patrick Jane對決 我覺得真的很像《明偵探柯南》 《明偵探柯南》也是有一個黑衣人線 最後又是像《明偵探柯南》做了那麼久 你已經不在乎黑衣人線 因為你知道其實是為了拖時間而設 結果你就看單元故事 對於《明偵探柯南》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故事 為何我覺得第三季是可以結束呢 這裡會有劇頭 是因為我看完整套劇 到現在我最有印象的 是第三季的結尾 他說Patrick Jane找到Red John Red John其實是跟他聊天 然後坐在商場上 兩個人在咖啡店坐在椅子上 然後那個Red John是很棒的 你覺得他完全是Red John 他出場出了幾分鐘 你已經覺得他很creepy 完全是Red John 然後說了他如何應付Patrick Jane 怎樣怎樣 說到最後 Patrick Jane 因為他真的很討厭Red John 其實正常你要捉他 但你沒有證據捉他 他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知道你就是Red John 然後他就用槍 在商場上堆倒了 那個結局很爆 而我們都覺得整套劇 你說在這個位置完結 OK 甚至你說做多季給他 做多季你說你殺了Red John之後 你怎樣收課 我也覺得OK 我覺得有一點點局限了 就是我終極BOSS 一定要Red John 結尾他的處理是怎樣 第四季 他就說 男主角沒有事 雖然殺了Red John 因為Red John是他殺妻仇人 但他最後發現 原來這個Red John 並不是真正的Red John 我就覺得 What the fuck 還有 最大劑的是 你找了一個 真是很厲害 很有代表性的人 去做到Red John 這個角色 其實我去到後來 他最後揭回真正的Red John 我都已經說 Who the fuck 完全不像Red John 他是去到後來 穿弱了Red John 那個 那個厲害 還有那個恐怖 在我的角度 我可能我會腦補 第三季那個是真正的Red John 純粹在後來 他的信徒 覺得Red John 這個人是不可以死的 是永垂不鬧的 然後自己自行 創造了另一個Red John 我只可以這樣 我才覺得 這個是最好的結尾 說回整套劇 以主線去討論 其實他不應該用Red John 做完整個故事 你說到第三季 已經堆壞了Red John 然後第四季 你殲滅了他的魚檔 然後你已經可以 建立一個新的Boss 其實我完全不介意 說真的我們全部 看完這套劇 你看了三季 其實你只是想看Patrick Jane 去到第四、五、六季 其實水樽很明顯跌了 每一套劇都是這樣的 他又不像Breaking Bad Better Call Saul 其實真是主線向 這些真是單元個案 騙收視 沒什麼質素可言 我覺得這是這套劇的可惜之處 整套劇其實是早七季 但他的故事線不是七年 好像是 我想計算有九年至十年 因為他中間有些季度 他在說中間可能有 一年gap 半年gap 譬如去到後段 為什麼我覺得 開始再跌 What 跌得更厲害 印象中好像是說 那個男主角 因為被Red John搞得很 很頹 可能他就自我放棄 然後又不知道在外面做 那些犯法事 沒有了一年 原來後來他就說 其實這個是Rules來的 我是特意去騙Red John 讓他以為我頹了 看上去好像 不是那個故事很有新鮮感 但是其實我自己看 就是覺得越做越退 他好像對到最後那兩季 其實他就說CBI 即是他那個機構 CBI 是倒閉了 是整個 即是你說 猜館 整個猜館倒閉了 Patrick Jane 其實是去了FBI 然後那些角色 都有少少 洗了牌 有些新的角色加入 有些舊的角色走了 走了Fan Pell 和Rigsby OK的 這兩個都是我最 Fan Pell OK的 但我很不喜歡Rigsby Rigsby 我真的不知道他這個角色 拿來做什麼 他就剩下 Chill Lisbon 和Patrick Jane 我覺得OK的 但其實我後面 最後那兩季 我沒什麼印象 他Red John的線 越講越悶 他有個手下 然後就劇爆了 原來 Patrick Jane 其實是見過Red John的 和他握過手 然後其實我已經 Who fucking cares 然後他還要這樣 裝了幾集 我在想你不如每集查 就算了 然後他就列出來 列入了 究竟我和誰握過手 有個suspect list 其實問題是 你應該在第三季 再結束他 對,後面完全不理會 是Rigsby 講回最後兩季 他加了新角色 我覺得可以的 是一個女家 不過不要緊 他有點惑的位置 就是他最後一季 怎麼結束呢 就是鋪上女主角Lisbon和Patrick Jane的感情线 这条感情线 我本来看首两季的感情线 但它到中间就停了 停到我根本没有了 然后你最后两季又鋪上来 我又觉得会不会有点点 真的很可惜 其实这套作品很好看 真的超级好看 但我觉得可惜的是 其实它是被粉丝局限了这套剧的发展 因为粉丝喜欢看 我多做多贵 因为粉丝喜欢看好 我的组织线拉长一点 因为粉丝喜欢看好 我把Lisbon和Patrick Jane拉在一起 这样 你说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当然想看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 但我觉得你鋪得好一点 甚至鋪得久一点 你不要中间这条线好像死了 然后到后面 怎么结婚结婚结婚了 我觉得是那种感觉 我自己觉得 暂时是这么多 这套剧是很久之前的 印象都不是很深 略略跟大家说说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看的 如果有看的话 也说一下你的意见是怎样 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角色是怎样 如果有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留下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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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